有人在网上问我 供佛的东西可不可以吃 原则上供佛的东西大众生可以吃 因为佛是师傅 师傅吃不完 徒弟可以吃 这是供佛 供祖先的东西大众生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呢 因为供祖先吃过的东西是不能再供出家人的 不能再供增 再家人可以吃 不过现在物质供丰富 都没有人去吃祖先的东西 因为吃祖先的东西 祖先会用舌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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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样供佛的东西 一个供佛的 一个供祖先 两个摆一会儿你就知道 过一两个小时后 祖先那一份东西会起沉的 因为是口水 供佛就没事 因为佛不是真的吃的 佛只是看一看 他吃的佛不是足食的 所以就没问题 因为供佛就是师傅 师傅吃不完 徒弟吃很应该的 供祖先就不应该了 因为为什么呢 供出家人是要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东西 即未供过的东西 最好的就是供出家人 或者供完祖先就给出家人吃 那当然不行 你供出家人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规矩 现在西藏就是不吃供佛的东西 供佛供祖先都不吃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物质有限 其实供的东西都不能吃 他只是供佛供佛的东西 很少说供生正的 参果 供成的那些 他只是一共就当麻 当麻的时候 当然不会吃 叉到这样 怎么会吃才行 他很少说真正拿生果去供佛的 那些是中国才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他们就不吃的 在日本来说 他们就不供过不吃自己供的东西 譬如说我现在供大家天 买些东西来供大家天 供完之后不可以自己吃回 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吃回呢 因为破财亨贪 不要说我喜欢吃什么 买来供 供完之后未供完 一路收法 一路口水都流过去看着那碟东西 一会儿就有得吃了 快去做完就有得吃了 所以破除你的亨贪 所以就不会吃回你自己供的东西 但是供过佛的东西是有加持力的 所以可以给别人吃 但是自己就不吃回 所以这个就没问题的 供佛就是供佛 所以有些阿婆买些生果回来 买四个生果 就放在佛桌上 一会儿走的时候收回两个 拿回家吃平安 吃了我想都不太平安 因为为什么呢 佛都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要拿回两个 除非你告诉佛听 供四个给你 两个我要拿走的 一会儿 佛有没有颜头先 如果佛显宁告诉你 善男子你拿两个回去吧 善女子 你拿两个回去吧 那你就可以拿 不是供佛的东西就是归佛的 归佛 佛就是佛堂的 因为那些侍佛的争俗都可以吃的 但是佛堂的东西是收了下来 大家分的 不是未收 供佛之后自己收两个回去 就是拿十方脈 所以这个也是很大件事 不过不能讲得更严重的 因为这个是余教波罗尔 因为是偷佛堂的东西 但是这个不是出于坏的心 供了四个拿两个回去 不过这件事就不好 你要供佛就供佛 供佛的东西就是大众生都有反 因为这个是侍佛的导俗都可以吃的 在戒律里面说 如果供佛的花果有剩下来 侍佛的导俗 这个出家人或者在家人都可以吃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台湾来说 供佛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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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放过午的 就是过了午的时候 它就收了 连生果都收了 我们每一次初一十五上供 武陀初一十五上供 供完之后 个个都拿着几个酒 整碟东西拿回酒 就是不会放在佛上 有些呢 连水都倒了 下午都不用喝水 那这样东西呢 他说佛是过午不食 他不知道佛有三个生 一个生而已 这个声闻生是过午不食 但是你是宴这个路舍罗佛 和大日如来 什么时候都能吃的 没有过午不食那条戒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法生佛 他都没有过午不食那条戒 所以呢 不用执得这么正的 所以呢 我们香港来说 就好些了 供花果 供城呢 都可以放在这里 放在庄严下 有得看看 你说倒了些水 它 过午 未到午 都倒了些水 过午 连水都不喝 戒律里面 没有说要不喝水的 戒律里面 只是不准吃东西 你收了些吃东西就好了 你连水都倒了 那说 翌日呢 再沾过 所以呢 我们呢 多数呢 都是香港和香港的花果 都放在这里 供佛的度俗呢 都可以吃